湖南台有许多美女主持 谢娜 沈梦辰 吴欣等等 然而十年之前 当初初入茅庐的女主持 梁毅刚刚上场亮相 就被成为湖南台的当家花旦 或许很多人都不认识了 毕竟沉寂了十年 她的理想是要成为最优秀的主持人 毕业后她进入湖南台 因外形量异 主持功底好 梁毅很受湖南台气重 但工作不过半年 梁毅因为过度劳累 引发在脊椎的海绵状血管流破裂 并倒在化妆间 导致高位结胎 这场意外前后只有五分钟 没有任何征兆 梁毅离开了心爱的荧幕 从此只能和轮椅相伴 梁毅后来变哽咽的回忆道 我曾经绝望想到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在治疗期间 原先信誓旦旦的男友离开了她 以及高额的治疗费用 都令她不堪重负 2012年10月28日 梁毅奇迹般的坐轮椅重回主播间 成为湖南卫视公共频道 帮助直通车栏目的主播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两年后 梁毅站在超级演说家务台上 用一篇奢侈的爱情为题的演讲 为自己征婚 坐在轮椅上的她 要通过电视为自己征婚 这需要何者的勇气 后来何炯汪涵也出来帮梁毅征婚 何炯说梁毅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姑娘 千万不要错过她 但很无奈的现实是三年过去了 梁毅依然单身 她如今38岁 看她近照依然漂亮优雅